一些驾驶者在停下车时 有时会会忘记把车子的手刹拉好 有时候类似的疏忽所酿成的危险后果 可能是你无法想象的 雪兰的沙勒秀新村一所华侨附近的住宅区 今早就发生了类似的悲剧 一名40岁的华裔妇女 今早把车停在住宅区斜坡后就下车 华裔是忘记拉上手刹 导致车子往后下滑 该名妇女情急之下 试图用身体挡在车后 布料却遭遭卷入车底 当场被碾死 该名妇女当时被压在汽车的前轮下 消防及拯救人员到场将她救出时 已经为时已晚 她的遗体过后被送往交来国大医院解剖